大家好,欢迎收看电影小妹,今天为大家介绍电影出不可及,法国贵族白大叔喜爱各种极限运动,但因一次意外导致出头部以外的全身瘫痪,对于任何人而言,这都是非常困难的,因为他所有的事情都需要去依靠别人,这是无法忽视的事实。 虽然很难以接受,他成为了人们眼中残缺的人,在人们眼中那需要被照顾,需要被同情,因为他特别,因为他的残疾,在所有的前来面试陪护的人中,人们分别阐述了自己对于这份工作的感受,所拥有的能力,以及对所照顾人的想法,只有黑人青年黑小火,引起时常忘记白大叔的残疾状态,而得到了白大叔的认可,于是两人的生命便开始有了相交点,黑小火是刚从监狱释放的无业青年,得不到社会的认同,靠失业就基金度日, 黑小火与白大叔看似是两个世界的人,但却有一个共同点,那就是需要获得认同,黑小火需要社会认同他,他有能力靠自己的双手去创造自己的生活,白大叔也需要认同,自己身体残疾虽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,但自己并不需要去被怜悯,自己仍然是一个正常人,于是两个人的生命线相交,演绎了一场两个男人的互相救赎。 黑小火还有一个清洁工的母亲,和很多没有血缘关系的弟弟妹妹,一家人生活并不理想,白大叔的妻子去世很久,有一个任性的女儿,还有一个通信了半年,却始终没有见面的比喻,黑小火的到来打破了白大叔长久规律的生活,却更多的让白大叔得到精神上的释放,与生活上的认可。 黑小火经常忘记白大叔残疾的事实,还带着白大叔抽烟,跑牛,表车等等,做出了很多常人看来不应该对病人或者说是残疾人应该做的事情,但对于这些事情,白大叔却非常的受用,因为黑小火并没有将他当作残疾人,而是当作了一个正常人,于是两人突破了老板与陪护的身份障碍,成为了非常交心的朋友,他们互相调笑,谈论私密话题,无话不谈。 白大叔帮黑小火卖出了他的名画,黑小火帮白大叔做感情之道,白大叔渴望得到认同,但却又有作为残疾人的自卑,他有一个女性比友,但却从来不敢打电话,更后悔见面了,他从来都是以书信的形式,写写诗歌去表达自己的情感,于是这个时候,黑小火帮助白大叔突破情感障碍,强迫白大叔打电话,发照片,甚至是最后绑架白大叔,强制他去一个他内心期望已久,却不敢面对的约会。 电影最后白大叔有了自己的幸福,而黑小火也有了自己的人生,这部电影改编自真实的故事,两人在生活中看似是两个世界的人,但是两人都没有将中间的这个阶级视为障碍。 有人说,两人之所以能够成为朋友,是在与白大叔残疾后的自卑,以及黑小火天生的顿感,但不管为何,两人之间的友谊却是无数人所渴望的。